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完成 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修一个小时 搭一个小时的座 然后搭一个小时的座 在这个大座里面需要吃肘 黏松这样子的话 佛经上的要求是三分之二的时间 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搭做 思考 思维 然后三分之二的时间就念中 念这个衣轨 或者是念这些像皈依节 发心节 就是这些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呢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就象征性地去修一修 思考一下 然后就开始念这些衣轨 那这样子的话 衣轨的这个数量 可能是比较快一点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修出来以后呢 可能是质量上 这个就打不到 所以最好是我们一座当中 搭一个小时的话 那就四十分钟我们思考 二十分钟 念轴 这样子可以 终于这一半 但是小时今天 我们对我们的算命 我们不得证明 我们在这个水上 我们不许是你 所以我在这 我看你